妈妈做知识热狗,我做面包超人 一天不玩捏捏我就浑身难受 那就来挑战盲带做捏捏 一共扒的里面都是不同材料 谁怕谁咯,捏捏我最厉害的 你就知道吹牛 嗯,这个厚厚的 反正摸不出来的 我就选138吧 那其余五个归我啦 别以为多就能赢 哈哈,赶紧来做,先下手为强 最近不知道为啥,对面包情有独钟 所以就安排来个面包超人 喜欢记得点赞支持 染出一个烤面包的颜色 叠加一个橙色 边边再来点棕色 包裹上保鲜膜 是不是有点逼真 天啊,那么丑的 都是些啥呀 还带吸管 做个知识热狗如何呢 先把吸管粘住双面胶 棉花包裹上去 哈哈,像一支棉花糖 还好,我也抽到了保鲜膜 记得下面贴紧一些 纸巾的作用就来了 覆盖一层包包 主要是这样才能涂颜色 马上新鲜的热狗就要出炉了 哈哈,像狗棒子差不多 起码我的一看就是面包超人 拜托大家都投小熊 装进封口袋里 贴上花边标签 天啊,这比买的都好看多了 重点的知识力来了 我切呀切呀切 好治愈的声音啊 直接粘上去 一看就很有食欲 捏着酥酥脆脆 嘎吱嘎吱 快来说说 你选谁的捏捏